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身攻击第十六集 我预料果然没错,打打使团一进京遍不老实 一行人除了一位颇有年岁老臣外个个都是绝顶高手 我爹派锦衣为案的追踪都险些将人跟丢了 根据礼部安排 使团一行安排在京城客栈下榻等待圣上召见 当天那公主就领着人满京转了一圈 据我爹探子回报,夜里便有暗卫夜探了京师防御 消息传来时,我爹大害已料到达达此次一合为假 入京探听京师防务为真 一旦让达达细作知道,此刻京师实为空架无一兵一族抵御 便会大举进犯边关直逼京师 届时,京城将沦为孤城将无军可守 而此时从两者调派的预备军师仍在火速附近路上 军队调遣集结尚需十日 京师防务多年荒废皆为老弱残兵 未今能做的便是稳住打打使团 不叫他们察觉了京城实况 等待援军到来 可夜出的探子锦衣卫虽能以细作之名抓了 公主却不能 她人是活的,又有一盒使命只能先理三分 然而,显然这公主不仅仅只是刁蛮任性 还颇有谋略 几日下来便察觉到京城浮动的人心 还晃到各米店铁铺查探虚实 很快,她就派探子回达达复命 不过,那人刚出京郊就让我带人抓了个正着 经过一夜的审讯才从探子口中撬出情报 形势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达达使团在京一直各样借口托词推延一和 一来借机查探京城防御虚实 二来则是为达达军,调遣军队,粮草进攻京师拖延时间 他们北范长途而来,兵匹马圈,线下边关局势虽有利于他们 可不知,虚实仍不敢大举进攻,只是在某一城一地 所以,两边都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军皆不敢轻举妄动 我爹将奏报呈上内阁后,朝中人心惶惶 暗地里开始有人指摘当初不该同意达达一和的提议 请狼入室 以至于线下达达使团再精感也不适 留也不适 可同意一和是圣上内阁点的头 谁敢妄议 于是这引狼入室的锅便丢在我的头上 很快有人指使严官弹劾我独职失察之罪 张经身为边关参将为查达达获心 隔职查办,我虽有我爹的庇佑也不得不为这天降的横祸背锅 何况守卫京师为臣子之责 层服的飞鸽传至府中 我还未查看信迁,我爹便派人通知我那公主闯到神机营去了 我匆匆赶去,人正被堵在神机营门口闹事 公主到底有何贵干?神机营乃军中重地,没有军令不得擅闯 我赤鹤出生时,那公主不知从何人手中抢了把手冲把玩 一旁的将士,据于她的身份皆不敢动粗 只得让人抢了手冲,还挨了几遍 显然,我的到来她还是颇为惊喜 勾着手冲转了手花,笑道,原来是锦衣卫路易 陆大人,久仰久仰,不知公主大驾光临神机营有何贵干 手冲危险一擦枪走火,还望公主小心 我伸手抢过她手上的手冲,却被那人逼了过去 本公主自小骑马打猎长大,还未曾使用过这等玩意儿 听说大明火器独步天下 这小小的一把手冲百米之外便能射中目标,比弓弩还厉害 不知今日,陆大人可否让本公主见识见识 公主想见十神机营,自可去与圣上请示 旨意下来神机营便是给公主准备一场射击演习都不在话下 公主今日这般鲁莽硬闯,只怕丢得贵不落颜面 有失宁公主的体统 陆一尼,我不理会那公主的无礼 不由分说夺过她手中的手冲还给一旁的将士 也不理会她气呼呼地哼挤 训斥了一番让人打得灰土灰脸的将士便离开了 很快我便知道我错了 不讲道理的女人除了圆金夏之外,谁都不能招惹 没过两日,宫中便传出旨意令神机营挑选几名将士 为打打使团表演射击演习 许是为了震慑住他们,挑出的皆是精兵汉将 人数凑不够还混了几个锦衣卫进去 三眼冲,鸟冲,虎蹲炮,神机营使出了看家本领着实给大名掌脸 只是我万没想到表演完,那公主走到几位内阁首府前行了礼 十分谦逊温和道,听说锦衣卫经历录一录大人 也非常善用火冲,素有百步穿羊之名 小女不才,对天朝这等厉害的武器十分感兴趣 不知可否让路大人叫本公主一下如何打手冲 闻此言,我心一顿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那公主话音一落 看台上的诸位大人连奉命来镇场子的贵妃娘娘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还有在她身后躲在滑盖下的小脑袋也忍不住点脚 偷偷探出半个脑袋来 场面微微静了会儿 一旁穿着大红朝服的严氏帆率先表了态 达达公主既如此好学 陆大人又惊于火气 娘娘不如让陆大人叫叫公主 也已是我大明对达达蒙布的友好交往 这话一说上升至两国和平共处便没了回转于地 贵妃娘娘自然顺水推舟允了这请求 既是如此 那便有劳陆大人叫叫公主 回娘娘 公主金枝玉叶 陈皇红 我拱手跪下请罪 因为不想再过多与这女子牵涉 而其他人却并不 他们自是认为达达使团是我带进京的 这麻烦自然该丢给我 娘娘 陆大人这是怕唐突本公主 不过我自小生在关外 也不似大明女子无碍的 达达公主一下便回绝我的忧虑 一个女子都不介意众人便又将探寻的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 显然她们眼中我连个女子都不如扭捏作态了 一而去吧 公主想学好好教 不得已我爹也发话了 贵妃娘娘再三催促 我无可奈何 只得带着公主走上射击台 旁边的将士立马递过来一把小手冲 我接过将前膛 要是 尾琼一一与她讲解 火冲发射威力后错力和噪声都较大 公主要有心力准备 下官先与公主示范 后公主可自行开枪射击 讲解完后 我便端起手冲 瞄准草把 一枪打入把心 喷一声声音颇大比看台上要吓人 公主被吓了一跳捂住耳朵 重新装填完弹药后 我才恭敬地把手冲递给她 公主 请 可她没接 微愣了一会儿才道 路易 我不会 你们贵妃娘娘让你教我 你就这般教我让我自己打 我无奈地皱了皱眉 心中颇为无奈 她若是真的想学 我能让这公主从扎马步 练臂力开始练起 可明显 她就是来戏弄我的 其心可诛 我却不能诛她 下关冒犯了 我微微行了一礼 站到公主身后 一点点教她拿手冲 触到那双颇为粗糙 常年舞刀弄枪的手 不似寻常女儿手指的白嫩纤细 我想起了圆金夏 想到她在看台上 躲在贵妃娘娘身后 会不会看见我拥着其他女子了 她会恼我吗 还有 她的爪子好些了吗 会不会留疤 喷一声 我想得有些入神 握着公主的手突然便扣动了扳机 一枪准确无误地打在把心处 啊 路易 公主显然没有防备吓了一跳 侧身埋进了我的怀里 也许她是故意的 那一瞬我有些恍惚听见她的交哼 竟以为是圆金夏替她捂上了耳朵 对不起 别怕 可目光落在她埋在我心口上的眉眼时 我才知道原来不是她 我脸了心绪退开些 才欠声道 对不起 公主 下官认错人了 达达公主 微微错愕地看着我 我只能盯着她身侧人影绰绰地看台上 那抹明黄的滑盖下 没有一个小脑袋的晃动 我心一紧 想去找她却不能 惊吓 你可是脑了